瞄準目標用力一丟 套圈圈這個遊戲大人小孩都愛玩 而嚴城在地的社團嚴城研究社 更是自發性的舉辦嚴城兒童玩具節的活動 讓小朋友們不僅可以玩樂 還可以把玩具抱回家 不現金額 然後店家就會讓你抽玩具 然後抽完玩具的時候 他就會送你一張小卡片 然後小卡片的時候 你就會只進到大永路的 麥當勞鞋對面的一個 把行店前面的七樓 只有六日而已 然後就會在那邊套圈圈 然後套中的話他會送你獎品 別人的兒童節只過一天或是廉價四天 但嚴城研究社大放送 要讓孩子們過一整個月的兒童節 在四月的每個假日 都有好玩的套圈圈遊戲可以參加 因為有時候店家也會放假 所以我們講說就拉長這個效果 因為有些辦的店家 他可能要去陪小孩出去玩 然後我們就想說 好 我們就那一個月這樣子 只是辦的方式就是 六日才會有那些套圈圈 其實不論是店家擺設的玩具 還是地面上的這些玩具 全都是來自玩具碼頭的二手玩具 將別人不要的玩具重複回收再利用 賦予舊玩具新生命 玩具環保議題其實是需要被重視的 我們看見他在那邊玩具進去之後 其實會被清潔分類 然後再去被拆解 那新的玩具就會像我們現場看到的那個桃圈圈 就是我們會看見說 其實玩具它是可以很新 可以再被重複玩耍的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能夠結合這個玩具碼頭的理念 然後我們把二手玩具帶到這樣的活動 這次的活動總共與15間 嚴程在地的店家合作 只要到店家消費就可以獲得小玩具 而領取兌換券就可以玩到桃圈圈 蠻多的族群是親子系列的 然後我們也就是有沙發去 所以我們其實非常歡迎小朋友的到來 那我們在用餐的時候 其實剛好有這次的這個 玩具節的這個活動 我覺得很棒 是因為他們消費完之後 我們還可以跟他們有一種互動跟回饋 甚至是跟在地嚴程有一個結合 2022嚴程玩具節就在4月份熱鬧展K 喜愛玩具熱愛玩具的朋友們 可千萬不要錯過囉 記者邱建勳 李嘉義 高雄報導 你 ejemplo的 其實是這個玩具嘛 大家示範 李嘉義